有智慧的人所喜爱 第二 决定能用智慧依照事实回答所问 第三 决定在天上人间所成就威德是最殊胜的 因为所说的话没有虚妄不实的花言巧语 就是这三种 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回向于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修正 以后成佛时就能得到如来一切所授记的果报 丝毫都不会荒唐而眷弃 再说龙王啊 如果能舍离贪求欲望 就能得到成就五种自在满足 是哪五种呢 第一 身口义三叶自在满足 因为眼耳鼻蛇身义六根都具足圆满 第二 财产宝物自在满足 一切怨仇盗贼都不能抢夺去 第三 福报德行自在具足 能随心所欲 因为一切物品都能具备满足 第四 国王的权位自在满足 任何珍贵奇妙的宝物各方都会来奉献 第五 所获得的物品都超过所需求的 甚至超过百倍的殊胜 这是由过去世 不迁滩 不嫉妒别人的缘故 就是这五种 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 回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图提的修正 以后成佛时 在三界内是特别尊贵殊胜的 天上人间都会共同恭敬共养 再说龙王啊 如果能舍离称恨贿赂心的意见 就能够得到八种喜悦的心法 是哪八种呢 第一 没有损害脑乱的心 第二 没有称恨贿赂的心 第三 没有斗争诉讼的心 第四 有柔顺温和 本质正直的心 第五 能得到圣者的慈悲心 第六 时常做利益 安慰众生的心 第七 身体相貌 端正庄严 众人都共同尊敬 第八 以和气忍辱的缘故 能快速升到清净世界 就是这八种 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 回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修正 以后成佛师就能证得没有障碍的心 观看的人不会讨厌而起欢喜心 再说龙王啊 如果能舍离于此邪见 就能得到成就十种功德善法 是哪十种呢 第一 能得到真正善心的快乐 得到真诚善良的善知识 第二 深信因果报应 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始终都不敢做恶业 第三 只专心